好,最後一集了 除了Chris會考考大家之外 我也會考考大家 問問你們 怕又是甚麼問題 我會忍耐 你知道甚麼是相性人嗎 我知道 這麼快… 你是相性人嗎 做甚麼 姓司徒、姓歐養等相性人 這個是福成 對 難怪你真的說了嗎 我真的說了,別說了 很難說了,你真的說了 很過分 男人呢 我當然知道 你又知道 拜安人嗎 性染色體是XX 多了X,不是有幾個X 一個人之中有兩種性器官 他們會有男性性器官和女性性器官 還有可疑問分泌 兩種性性器官 今天請來另一個嘉賓 替雙性人提供直接輔助的 社工兼心理治療師 陸元明小姐,細細老師 為我們解答了一切 對 你真是氣死了嗎 你真是氣死了 氣死了 氣死你了 我們兩個男性性 真是正常 X、X、Y、X… 對… 我呢 是嗎 也對… 又對,其實我們會如何 解釋雙性人 雙性人如果在醫學上 他會有兩種 一種叫真的雙性人 真的雙性人 真是他先天有兩個性系統 完整的 男也有,女也有 可能他有陰莢,也有陰道 有高遠,同時也有卵巢和子宮 這種是真真正正的 另一種雙性人的大類別 就是一種我們稱為性別 模糊的那種 他未必是完整兩種 又或者兩種都有些 有陰莢,但又有乳房 他有乳房,但又沒有完整的陰道 很複雜,有很多種類 那種比較大、比較多 現在大部分所謂的雙性人 都會以一種比較性別模糊的 這種病人較多 他的規律一定是先天的 一定跟生理上有關 其實問Chris 嬰兒子出生時 是否看到剛才細細老師說的 有兩個性器官 男女共同,同體這種情況 其實如果真的出生時 也會看到的 因為我們初生嬰兒出生時 醫生要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檢查 看看他有很多的斷定 有沒有先天的肥瀝心臟、骨頭 等等方面的問題 很重要是看他的性器官 有時我們真的會發現 實際老師說到 男性陰莢也有陰道 有時會看到這些情況 一出生便會看到 填出生寺時填甚麼 那應該怎樣填父母說呢 這是有點棘手的 對,實際老師如何 這向來也是一個挺大的煩擾 至少父母會有很大的衝擊 父母可以有一個主導的意見 渴望想要的是兒子還是女 但現實很多時候都要跟醫生一起商討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兒子 有些未必可以 而且他們現在都會有一定的醫學上的追溯 他的DNA究竟是甚麼呢 但DNA又不一定是決定性 可能他在長大的改正 或者他的器官已經太過傾向了另一個性別 例如DNA是46XY應該是一個男生 但他整個器官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發育到兒子的話 可能就寧願跟他考慮做一個女生 我們稱為代謝綜合症的一些病人 他們分解不了某些東西 製造不了某些荷爾蒙 在天生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就有機會… 或者某些荷爾蒙是特別強烈的 就算是女士 但他的先天性、男性荷爾蒙的製造很強烈 他會否一樣有這些問題 也有機會 我還有一個生命的問題想問 正如剛剛瑟瑟老師所說 他可能會有兩個性器官 即是可以享受同時男性 兩種… 女性也可以 但如果大部分都不是一個 完整、真相性的人 其實他們兩個性器官 都可能存在一個比較不足 甚至缺陷 你想像一下一個有缺陷的性器官 他可以做到多少事 往往也會有困難,也會不開心 他們生活上面對甚麼是最難的 例如結識朋友、學習 或是很難融入 也不知道應該融入男生或女生 是女性、男性、女性 對,他們的社交遇到最難的東西 他們對自己的自我觀 在感覺上 有一部分人已經有定性 即是即使他的樣子是男或女 或是泰國不男不女也好 他自己的自我觀 會覺得自己是男生 或覺得自己是女生 尤其是在東方人社會 只有這兩個性別的框架給他們 他們也會根據這個框架 去幫自己定位 當他在心理上定位 他也會跟隨社會的規範 當他覺得自己是男生 他就想跟男生玩 但如果不幸地 他的樣子很女生 又或是很不男不女 當他走到一堆男生的堆裡 很容易被人笑、玩 甚至被人輕薄、騷擾 這些可能是現實他們經歷的 又或是你可以想像 當他去洗手間 他出生後被定了男生 但他的樣子或身材 不是那麼男生 他去廁所,他去哪兒好呢 應該跟法律上 他出生後只是男 他就有男廁 但很容易入到男廁 有個美女進來 很容易被人非禮、被騷擾 或有被人跟我說 去廁所被阿嬸拖她出去 小姐,你入錯了 真的嗎? 好像說,其實一小撮的人 不需要大家關注 或是可以幫助做甚麼 其實如果說小撮 如果在人口比例上,他們不少 是嗎?其實有多少 例如剛才所說的XXY 我們稱為黑氏綜合症 這個可以有七、八個嬰兒 七、八個嬰兒 另一種我們稱為AIS 紅激素不敏感綜合症 大概有2000個嬰兒 我當你拿一個平均 那就有1400 是 1400個嬰兒有一個 你數一數香港 現在有多少嬰兒 可能出現了多少個小孩 但如果… 小姐老師,你說的數字是真的 為何我們對於相性人的認知 真的很少 社會上真的很少關注 或者相性人的聲音 是微滅得那麼厲害的 這個牽涉了幾方面 在東方人社會 或者大部分的 我們稱為性別異元的社會裡 根本不敢讓人知道 父母為了保護他 家族為了保護他 會藏起來 亦都會想盡辦法不讓人知道 或者裝扮到他變成一般的男生 他就會在社會上隱形 這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他長大了 他都會經歷很多衝突 很多不開心 他會在這個過程中 學習更加收藏自己 保護自己 那就更加隱藏了 第三件事 當社會上的所謂性別系統 只容許男和女 很簡單 事實上現在在社會上的系統 是不容許這兩件事 以外的所謂存在 很忠誠 變成他出生的時候 儘快就要幫他做一些處理 幫他歸邊 歸作男生或女生 然後才能取出生子 然後後面的再慢慢算 所以我們跟政府取得數字 究竟香港有多少雙性人 沒有 為甚麼沒有 數字上根本就沒有 只有男和女 出生子已經歸了男 根本沒有 問醫管局怎樣 這個是私隱 所以整個人口上 在裡面我們會很少人認識 知道 但其實你想想 如果七、八個裡面有一個 在你這麼多的朋友圈子裡 隨時隨地有一個在你身邊 不過你不會知道 我們就希望透過 給公眾教育 讓大家知道 這些都是一個普通人 只不過跟雙查人士 有某一類不同的雙查方式 所以要關注 對 所以我想很少有節目 好像我們節目會說起 應該是第一次 對,相性人的話題 也很感謝新世的老師 今天也是性格入試感 的就是最後一集 剛才剛才說 為何會這麼開心 很開心… 大家都可以發表一下 對我們的節目有甚麼… 你別這麼假 有誰想 我整個節目做了13集 都是這麼真心、真誠、真實 那好吧 我自己最想做的就是 開心見性 所以做的時候 有時會做一些難笑 說笑、動作大一點 但還是想開心地說 因為我覺得 說的人不開心 聽的人就會尷尬 所以性的面子只會增加了 我覺得… 不過我會繼續努力 你繼續努力 在哪方面 我會覺得好像… 尤其是今集 我會覺得是特別的 其實這13集以來也是 我們香港要說性 這件事已經很難開口 還要一群人圍著 在電視機面前 這樣開心見成果 我想真的很難 而且我們涉及的話題 不僅表面說身體結構 我們說到殘障人士的性愛 同性戀 一些性換句、性容句 我希望這是我們 香港性教育的第一步 不敢說我們的節目 可以做到多少事 但起碼我們肯開口說 肯去先走第一步 也希望其他人 大家都一直把這件事 慢慢地… 開放一點… 對,開放一點 對,你們呢 就做了這麼多集的嘉賓 Hody也做到 對,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坦白說,我們有時候停營 都會繼續討論 可以在別人面前嚴謠一下 很厲害 對,甚至真的學了一些很特別 很實用的知識 性知識真的豐盛了很多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 說這些像冷靜一樣 一說這些就像大家都知道 冷靜 反而不好 其實有些迷思或有些東西誤解了 反而在這個節目中 真的直接說出來 轉溫 不用轉溫 又有專家、醫生 怎樣解釋 原來有些東西 可能是自己在這裡知錯了 或是誤解了 經過這個節目就清晰了 你那個是懶惰的 但Chris的醫生真的… 真的懶惰… 真的懶惰 我們一集集了很多 那就是… 其實我覺得帶著使命來 希望解答一些迷思 我想不同的年紀 也有在性知識上的需要 也是我們的會 希望能夠帶得到哺普羅大眾 我覺得這是一個更好的平台 我也很開心 先來參與這裡 可以把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先教教教教 小心我們 還有你們 不介意,及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我也覺得很開心 謝謝你們 希望我們這種 一種開心見性的態度、精神 一直延續下去 我們希望接下來 有機會再跟大家討論 關於性的話題 我們有機會再見 好,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